那我先撤退 因為這些不是我地台 好 交給熟悉阿滴 還有阿滴 我扭了 三個一起聊 嘩! 還給我配置人看 好! 這個德哥很想要的 他好像訂了 好!德哥要爽爽身份帶 是 大家還在回眉著Batman Iron Spider 千直連的 reacted的1比6 拿下來先 拿下吧 千直連如果出1比6 其實都比較少 極少出1比6 但其實我覺得你拿上手 腳的位置 不是說說好像千直連第一隻1比6 是嗎 那些 Ultraman算不算 Ultraman 除了Ultraman之外 還有他代理的 也有些叫Gakko 那牌子 就是1比6的雕像 但這個是千直連的牌子 沒錯是千直連的牌子 那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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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大部分東西都是用跳齒的 手就不是 手腳都不是 但是 如果這些肢節位置 全部都是跳齒來的 其實reacted version有出過 不過不是1比6 好像是吧 好像Ironman那時候 好像1比9 比較小的 對 這裡我又不太明白 為什麼跳來跳去 那 就看拉筍的 這些就看拉筍做 對啊 Spiderman好像 沒有關係 但這個配色其實很搶眼 紅金這種 阿迪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嘩! 這個鼓阿迪勾 厲害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還有這個 三 我不知道這個圓著是怎樣 三爪的是另外一個版本 另外一個版本 不是Adventures 這是三爪 所以阿迪就弄了一隻下爪 在下面走出來 第3個腳 很適合的 但是你看一下 其實那個 下半身這隻腳 都是ultraman 即是都是機械形式 跟我們玩開的1比6 其實就不一樣 它像機械人 比1比6多 嗯 而且它的腳是合金來的 對 腳面是合金來的 咦! 我發現到它的腳 在這裡 有一個退上去的位置 可能是方便你 雙腳 可以可動的時候 它就會 噁得更厲害 就是跪低的時候 這些就是 通常千石練都有這些心思 這個位置就真的貴在這裡 對 因為腳板位要摺 就會這樣動 噢! 這個是動漫畫版的設定 這三爪 對 對 你看到它手的關節 我看它可以 將前肩 退出來 這樣玩 那應該可動 都非常之不錯 它有用了很多figure 的技術 嘩! 都很厲害 它這個 我真的不是自己走過 因為它一線的衣服 是真的用一些飄皮衣服去做 這樣就真的像figure 因為真的是小劍 才令出1比6的figure 你看看它靠叉手 這一下都很自然的 可以做得 身體很撩長 對 身體很撩長 可動就應該不容置疑 而且它不會回彈 好實正 它固定的位置 它完全沒有回彈 好實正 它很實心的感覺 我覺得是 很實心的感覺 嘩! 很簡單永遠 對 我覺得像這個姿勢 對 阿B和阿B 很簡單永遠 嘩! 你跟阿B很相配 日光 你又看不去廣文 對 那 那 有什麼姿勢 可以彰顯到它的可動 都是爆地 先 這招 但它的腰 比想像中 不夠多 的 向前 做不夠 對 對 很神奇 因為它的腰很長 很長 但是做不到 局限 大腿就可以了 大腿就可以了 這隻價錢 我們也是不太知道 我段估計都超過1600元 應該是 我想差不多2000 1600 1600 1600 這個零售價是 稍稍比 平均數高一點 最後要做一點 按地 姿勢 2000 以上 應該是 對 先看日光價 對 有人回答了 真的很好 1999 我拿回一元給你 有一個位置 都值得讚 就是後頸 因為之後 它有很多 額頭的姿勢 它變成在頭這裡 多了一個 這個活門 就不會頂住 變成你咬頭的時候 可以咬得再盡 這個就是 都是心事 難怪這條頸做得那麼長 變成你條頸可以咬到 這樣 活門 定了 這個 這個 頭盔 有空間 有空間 其實這個 這個不是 原念又德 這個技術 雙頸位 其實很多一比六個公仔都沒有做到 也有 有些都有 就好像Ironman 但是你要 機械人就比較早 但是有可能要破壞 本身的 外形 外觀 如果你重新 未設定 應該就沒有問題 所以 人頭就麻煩一些 其實膠法那些 很難教 這個 這個爪 全部都跳齒你了 就 不會鬆 不會鬆飄飄 而Eric 可惜沒有上TV Eric 可以拉出來 有鉗 有鉗 有鉗的 有鉗 這個帖子 放得挺好看的 也要配合我拍的角度 其實 所以Alan 你不要經常稱讚 他 他會嬌我 是 變成了三爪的造型 都很特別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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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架 那個 鉗 就用了包 包 做膠 可以保護到 你夾到 不會 傷到 腰 他的 動法是 有線軸的 很有趣 應該在裡面 都是尺 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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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枝引擎 我覺得 真是日本設計師做的 是的 他們花很多心 在這些位置 我不是說其他角席的設計師做不到 但他們是 細節上 他們很少要走 走 他們不會說 只是對鞋做得不好 或者某拍做得不好 他們通常都是 很平均地要追求一些 質量 或者新技術 變成如果你追求高可動的 應該都沒有走 德哥應該都會令你滿意的 這個 應該不用擔心 德哥你暫時不用開了 是的 不過他都會拍照 自己 是的 很英俊 但是沒有燈 沒有燈 沒有燈 這個沒有燈 還有這個紅金色 其實很 沒有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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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他也是 可能專門是這樣 但是 re-edited的背景 我就不知道 他有沒有 有什麼特定的設定 要去跟足 但是 似乎又好像不是 他的手 也有打開這個位置 讓你可動作 可以用多一點 是的 但是 可能 礙於這個設計 其實 需要就不太大 但是 如果這樣 就會頂著 形仔一點 動作 其實這些位置挺好的 我剛才 頭頸的位置 其實我們之前 做1比6的時候 研發都想過這個問題 因為那時候 大陣動作是需要這樣做的 他現在 很實在地做出來 其實當時 有些高手 把頸 刁到彎了 就是 刁像這樣做 但是 好處就是 靚仔 但不好處就是 硬的 但是 現在他真的切實地 將 關節的部分 就 增加了 可動性 變成 有這個石架 你可以戴一些 奔馳的姿勢 都可以 可以 按鐘 好像 好漂亮 這個位置 好漂亮 加上盒子 剛好 畫面 好 好 好 希望沒有聽錯 雖然 這個 叫做再次設計的造型 都幾吸引 其實如果電影裏面 有這樣的造型都幾個人 卡通 或者漫畫 有師兄說 對不起 聽錯 有師兄說 漫畫 可能 漫畫 就跟這個 可能 我太想 他們 歸隊 沒有了 最後就輪到 我們大武士 沒有了 我相信 那位 事主就不來 好 就沒有收了 事主的東西 但還有另一個 事主 雖然有正義聯盟 幫我們找回 一些生物 但是 事主不上來 就唯有 我們 衝攻 好 那就 玩這波先 輪到下一個 今晚 其實重頭 就可以有你了 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